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我想看一下自己 我是1995年属诸的 我想看一下事业的发展方向 因为我今年毕业嘛 然后我是学生 人没毕业感情已经受过伤了 有过吧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你们这些孩子啊 没智慧听得懂吗 不会看人 好人坏人不会看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父亲也这么说过我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我是你老父亲 不不不 是你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他是比较崇拜你的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95年数诸的 诸诸是吧 嗯 全诸还是有的 你不要担心 好的 你以后一辈子就是感情缠绕 你会比较痛苦 事业没问题 明白吗 嗯 学会 学会稍微长了几分姿色嘛 不要再弄得来花枝招展的 很麻烦的 惹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普术一点们好了 好的 对不对呀 嗯 你看看我们过去很多的 那个小朋友学佛之前 也是跟你一样挂着 穿着 哎呀名牌啊 现在学佛多普术啊 多好啊 你看看那些小孩子都好啊 他们长得难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要做菩萨 啊 OK 嗯 你的事业没什么问题的 以后也是做公司 跟人家 帮人家打工 听吧 是吗 嗯 那我要怎么念经呢 念经嘛 你就好好念 每天大悲咒 念二十一遍 心经念二十七遍 嗯 你这个人要改掉你的毛病 You are very sensitive 嗯 太敏感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太敏感的话 对你自己很不利 嗯 你活着很累 嗯 台长讲的对不对呀 对 一看图层什么都看到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以后最痛苦的 就是感情 你这辈子是来还债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不要再去 啊 看看左右 看看 不要去这么 像个猴子一样 嗯 老怕人家来攻击你呀 伤害你呀 就做你自己 好好的做人 一步一个脚印 路在你的脚下 好好的走嘛 就好了 你管得了这么多吧 你一辈子活在 人家的嘴巴里 活在人家的眼睛里 人家怎么看你呢 人家怎么说你呢 你好好走你的路 不就好了 嗯 好的 感谢师傅 还能再问吗 你想问什么 就比如说 你说这个感情问题 如何避免呢 念姐节奏呀 每天念姐节奏 比方说有一个男的呢 你想跟他好 也要把恶缘念掉 比方说 你找了个男朋友 叫张三 请大志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 和张三 化解恶缘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再谈了一个李四 和李四化解恶缘 又谈了一个赵五 和赵五化解恶缘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台长已经提醒你了啊 OK 范桃花呀 听得懂吗 确实确实 你说的对 我会说的不对的 好吧 OK 那我的图腾 是什么颜色呢 白的 白色 多穿白的 很亮的出来的 好了 蛮好看了 不要再 不要再化妆了 每天在脸上弄两个小时 没意思了 皮里啪啦 平平地打 累不累啊 又不会念经 如果念经多好啊 两小时可以两张小房子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么一点意思都没有 好的好的 两张小房子就浪费掉了 他们厉害啊 对不对啊 你们现在五十分钟 一张小房子差不多吧 好了 还能再问最后一个吗 最后一个 讲吧 这个我跟我父亲前世 是什么关系啊 你自己知道 你还要问我啊 你跟他感情两个人 理不断 剪不断 理还乱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人家说 为什么父亲 喜欢自己的女儿 妈妈喜欢自己的儿子 妈妈第一个 自己的儿子 就是他第一个情人啊 抱在手中就不肯放啊 老公是他第二个情人啊 你现在你老爸 对你这么好 你还不知道啊 把你当心肝宝贝肉啊 所以你的以后感情问题 他也会百般阻挠的 确实是这样 那婚姻会不顺吗 会不顺吗 肯定不顺 你如果念经就会顺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会念经吗 会 好了 念经去吧 好 感谢师傅 感谢 感谢观看